全台中400多家特种行业 警方为了稽查费尽苦心 台中市第四分局特别定制了LED背心 将宣导标语透过LED面板来显示 到夜店领检不少民众会盯着看 也达到了宣传防疫效果 同时避免远景跟酒客近距离接触 远景到夜店零查核对酒客资料 不过仔细看远景全副武装 口罩护目镜手套 全一不可就连远景身上都挂着一块LED板子 民众站在远景面前 眼睛盯着远景胸前的板子 上面的字写着发烧 以及有上呼吸到症状的人 禁止进入还提醒大家 在入口得要酒精消毒体温监测 远景穿上背心 这件背心上黏了一块LED板子 输入防疫标语 让远景出勤时套在最外层 台中市警局第四分局特别制作 这样的LED背心一件药价2000多 目前每个派出所分发两件 总共八件轮替使用 减少警察与民众接触的机会 保障双方防疫安全的距离 全台中市总共有400多家特种行业 警方为了稽查还得注重防疫 特制的